我们看一下这个杭州目前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考古窑子 然后我们主要看一下瓷器这块的 瓷器这块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两个窑子 就是一个是焦坛下一个是修内师 这个最南方下车的就是这个焦坛下窑子 焦坛下关窑窑子它比较偏 然后在上面是修内师 修内师关窑窑子 这个是凤凰城 凤凰山的 然后就这两个窑子 那么目前在那个焦坛下呢是建有这个博物馆 修内师呢是目前还没有博物馆 哇这个来着了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意外之喜 因为我们刚才所给大家说的 修内师关窑也是近些年在考古发掘比较成熟 所以呢还没有完全展示给大家 那这些器物都特别重要啊 包括这中间放的这四个 还有呢这个两边展柜里面摆的几十件器物啊 虽然数量不是特别多啊 主公家车可能有个二十代件啊 二十件左右 但特别都是等级比较高的器物啊 都造型非常的漂亮 而且体型硕的都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个器物 所以呢真的非常激动啊 然后我每一张器物都拍了响图 每个细节我都拍了图 以后我们来慢慢的去学习啊 分析研究它 这第一个是一个温碗啊 温碗 有点就像那个孔明碗 它底下是空的 看没有 然后右边这个是一个大的额颈瓶 我就明显的发现 这个修内师除了器物 你看这个体型都是比较大 而且是比较重量级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这个上面有明显的这种玻璃开片啊 开片非常的丰富 气型也非常的漂亮 这是01年在修内师咬指老虎栋出土的这么一个重器啊 这些要完整的真的是国之重宝啊 所以好多我们老粉丝们在地摊啊 几百块钱一两千都能买到这么一个完整的器物 你就想想是不是可能啊 连博物馆都是只有这些残器 然后呢 这个右舍也很特别 是不是 也非常的这个 就典型的一个这个 其实它是带了一点这个龙泉咬的那种味道已经带进来了啊 所以它是属于应该是属于这个 南宋中晚期的这个修内师的制品 它有一点龙泉的感觉在里面 和早期的这种官养可能还不太一样啊 它颜色更加的青绿色啊 有点接近龙泉咬那种粉青的感觉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脸色容啊 也是非常重器的一个东西 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 一定记住不要像游客一样啊 那么很不专业的 只是拍一个啊 这么一个全景图 聊聊这么拍下是拍不出任何信息出来的 需要咱们贴近啊 贴近咱们这么一个器物 以最大焦距最大的放大的角度 去把它拍出来细节 这样才会给你真正看到一个器物 老的器物上面一个真正的特征 我们发现其实像这种官养啊 修内师官养 然后它出来的这个胎子 其实有好几种啊 一种是比较接近于那种 狮子山交谈下官养那种黑胎 比如这个啊 就是那种黑胎 或者我们叫紫金土胎 然后像中间这两个胎的胎 都是比较灰白色的啊 就不是那么深啊 不是那么深的那么一个胎 这两边这个胎 我们看来都是一个灰白色的胎 所以呢其实像胎 同一种咬口 它的其实胎字 可能根据器物不一样 或年份不一样 也会有所差别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老鼓动器物的 一个复原啊 复原的一个图啊 这个额景瓶就是咱们右边这个 然后它这个是馋的 这边是一个假想出来复原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到 除了这四个之外 前面还有部分啊 很多好东西的展览 非常之超值的 咱们一次这么一个餐馆 那么这四个区 我们给你们讲解完了 然后呢 待会中间还有部分 然后这边还有些啊 然后这是一个连半碗 我们看到其实真的胸内式观摇啊 可能就在它的这个中晚期 这个阶段 它和龙泉药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看来 真的是有很相似之处 这种粉青的右舌 非常之接近 然后上面是一个喜 这上面呢是一个生腹的喜 你看到它那个右舌 也是非常之漂亮 它这种感觉呢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类似于鲁窑和龙泉药 那之间的那种感觉 它和鲁窑呢 也不完全一样 在右舌上面都不太一样 包括这个右舌厚度和胎质度不是一样 但是呢 它和龙泉药呢 在右舌上比较接近啊 右面杆比较接近 但是呢 总是就感觉是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这么一个器物啊 包括这个连半的这么一个碗啊 右舌也是非常的翠青 千锋翠色 所以就是这个龙泉 龙泉药和月药 所以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带着这个思考啊 去看这些器物 把你以前说接触到的 说掌握到的一些其他窑口 就是做一个类比连贯去思考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窑口之间 它是有互相的关联 又有一些区别啊 这个是一个连半盆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硕大的一个官窑的大碗啊 非常正好 有278公分啊 在将近1000年前的南宋时期 一个右舌这么顶级的一个重器啊 278公分的一个大碗 然后这是一个盆啊 其实我们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些器物绝对不是民间所用的 它的器型啊 整个做工还有尺寸 很明显的能够传达出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是为当时的宫廷所制作的啊 这些当时的一个礼器 像这些其实都不是生活用器啊 大文是礼器 就是技术用品 这种技术用词 所以它等级都是比较讲究比较高的 这是一个历史儒 然后很多我们市面上这种历史儒啊 都很多啊 新的也很多 大家可以看这老的是什么样子 大家把这些标本这些残器啊 不要带着偏见去忽视他们 这些都是博物馆都当宝贝的东西啊 真正咱们就好好去了解他们 那么假如有一天你有这个机缘碰到完整期 你才能够去把握啊 这边是当时啊 包括送在元代出土的一些窑具 比如说植钉啊啊 一些残器啊 这些啊 这里还有这种垫饼啊 都是一些窑具啊 这里还有这种霞波 看到没有 就和锦德镇窑一样啊 这种霞波 它这个霞波普遍都偏大啊 这种霞波在锦德镇窑里面 就是比较大的霞波了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呢 可能它属于一个正常的霞波 因为我发现它烧的很多这种气味 其实尺寸都比较偏大 这里也有一个大的额景瓶 说明这种气味 当时还不是烧一个两个 还是烧的比较多 而且每个尺寸都是比较大的 这个高达有37公分 非常震撼的一个尺寸 我们看到它这个胎子呢 也是那种比较淡一点的 那个灰黑色啊 就是还是纸金土的那种灰黑胎 但比较淡 不是那么特别的发黑 像这种应该都是比较早期的 早期的这种做工 然后这里是一个花菇 一个非常漂亮的 底下还有刻花的 这么一个花菇 东西太漂亮了 简直说不出话来了 而且这种花菇 我们看到在底下它是有五到六根 这个初级的一个人角啊 一个人线 凸出来的 总共底下底竹外面有四根这个啊 凸出来的这个人 然后上面是这么一个撇口的这么一个花菇啊 中间呢 其实应该也有四根这个人角的 缺失了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它造型是这样的 这个胸内是关掉的花盆 看到没有 那么在同时期这个啊 我们也有很多军咬啊 在北宋时期有很多军咬的花菇 那么这是在南方啊 唐州 兄弟士官咬的这么一个花菇 这是02年发现的 你看它每个器物 其实都是尺寸比普通的药素 这个东西也特别好 而且它都是做工非常精细啊 在口岩上面还有这种 呃 一个堆花的口岩 这又是一个好东西啊 重器啊 一个煤品啊 那么它年份是南宋时期的一个 官咬的煤品 其实你看到官咬啊 它越做它的这个幼饰呢 越是接近于那个龙泉的幼饰啊 就这种青绿饰 像早期官咬 很多它是那种偏白色的啊 就偏那个淡淡 那个卤瑶那种感觉啊 呃 轻中微白的那种感觉 但是到后期你看这种 兄弟士官咬它的幼饰都都发生啊 深青色 和龙泉那种幼饰很接近啊 刚才我们详细给大家解说了 这边的很多这个器物 我非常之震撼啊 因为也是第一次看见实物的这些 长期和标准 以前在书籍里面 电视里面啊 或者是在媒体文章里面看到 所以非常这么难得 目前应该在国内其他的地方还看不到 只能一个一个小规模的在这边的一个展览 非常重要 大家有空的 希望大家多到这个行政博馆的展览 互动南中窑址的一个说明 那么他成入选2001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 那么对于磁器界来说 这也是个重要的一个成果啊 因为一直以来 兄弟士官咬只是在文献中有记载 有记录 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 然后呢 通过考古发现长期的这种发掘啊 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器物 而且它是有争议的 刚才也说过 就最终是通过一个这种 档箍啊 它是一个窑具的 一个窑车的一个 局部的构建啊 上面写有兄弟士咬 才最终去敲定他的一个身份 所以考古历史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主观的推断 它需要有实物的证据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收藏磁器 去收藏食物 因为它能够验证一段历史 能够真实的还原出历史